再来看到美国国务卿布林肯28号在华府出席了太平洋岛国峰会 在发言的时候他暗批中国在印太地区日益的读断 这次是华府首度举办相关的峰会 总共有12个太平洋岛国的领袖参加 而澳洲跟纽西兰是以观察员的身份出席 布林肯在峰会上承诺美国将给予太平洋岛国更多的援助 同时强化外交关系来对抗中国在这个地区日益扩张的影响力 我是林一文 想要关注体育的朋友们记得收看五二动起来 然后还要订阅我们的YouTube频道 赶快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